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年真相》 文革期间 中国著名的音乐家马斯聪 全家逃亡美国 成为轰动一时的世界性新闻 马斯聪是怎样出逃的 他为什么出逃 结果又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根据叶永烈所著的 《马思聪传》等资料 跟大家聊一聊这件往事 1967年1月15日深夜 马思聪以五万港币的代价 带着妻子王牧礼 儿子马如龙 次女马瑞雪 在广东新州登上电动托船002号 趁着茫茫夜色逃离大陆 1月16日晨 托船在香港大雨山靠岸 上岸后 马思聪把挂在胸前的毛泽东像章摘下来 扔进大海 然后一家人在一个岩洞里躲了一天 当晚 他到九龙的一个亲友家暂住 由于香港报纸 登了丢去在大雨山的002号托船的照片 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 他担心会被引渡回大陆 经过反复思考 决定去美国投靠他的酒帝马思宏 当时中美没有建交 政治上处于敌对状况 马思聪身上没带任何证件 只好通过一个朋友 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取得联系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确认马思聪的身份后 立即跟殷属香港政府谈判 希望尽快将马思聪引渡到美国 就在美英秘密磋商之际 不知道什么人走漏消息 1967年1月19日 香港几十家中英文报纸 都在头版头条 以粗黑的签字刊登醒目标题 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 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开列了马思聪的头衔 中国文联副主席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全国人大代表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这个消息立即炸了锅 美国驻香港领事 马上打电话给香港总督 问他是否看过当天的报纸 并且说 如果让马思聪继续留在九龙 无法保证他的安全 马先生必须立即离港赴美 香港总督只好同意 紧接着 美国驻香港领事 派专人将马思聪一家 接到温莎大厦 领事见到马思聪一家后 热情地说 马先生 马太太 略备一桌薄酒 为你们洗尘押金 午宴之后 我们就一起上飞机场 上飞机场飞到哪里 马思聪连忙问 美国领事放慢讲话的节奏 把每一个字都清楚地送进 马思聪的耳朵里 飞往华盛顿 1967年1月19日下午 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 马思聪一家四口 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 1967年4月12日 美国国务院对外通报 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 来到美国避难 马先生和他的太太 其两个孩子 以获准避难 随后 马思聪在纽约举行记者会 发表了题为 我为什么逃离中国的讲话 马思聪说 我是音乐家 我珍惜田径和平的生活 需要事宜的工作环境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非常热爱和尊敬我的祖国和人民 虽然我个人遭受的一切不幸 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 微不足道 但是 文化大革命 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 去年下秋以来发生的事件 使我完全陷入绝望 迫使我和我的家人 不得不成为逃亡者 接着 马思聪 谈了他在文革中 遭到的各种凌辱 1966年5月16日 文革爆发 5月底 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们 给他们的院长马思聪 贴出大字报 一夜之间 马思聪 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修正主义分子 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 遭到批斗 6月中旬 马思聪 和其他500多名文艺界 知名人士 被关进北京郊区的 社会主义学院集训 在军管人员的监督下 学习文件 转变思想 且批判自己 和揭发他人 反党言行的材料 8月3日上午 马思聪等十多个 中央音乐学院的 所谓黑帮分子 被押回学院 接受批斗 刚下卡车 一桶浆糊 倒在马思聪的头上 接着 一张大字报 贴在他的身上 一顶写有 牛鬼蛇神大字的 纸糊高帽子 戴在他的头上 两块牌子 挂在他脖子的前后 前面写着 资产阶级音乐权威 马思聪 后面写着 吸血鬼 一个红卫兵 将一只破糖瓷盆 和一根木棍 塞在他手中 逼他一面走 一面敲 之后 他们被关到学院的 一排琴房内 隔离审查 每天早上和晚上 他们被迫 齐账豪歌 歌词是这样的 我是牛鬼蛇神 我有罪 我有罪 人民对我专政 我要老老实实 如果我不老实 就把我砸烂砸碎 那些红卫兵 一高兴 或一不高兴 他们就要遭殃 轻则挨骂 重则挨打 有一天 马思聪 被派去拔草 一个造反派对他吼 你还配拔草 你是匹马 只能吃草 说完 真的当场 强逼他吃草 还有一次 一些红卫兵 拿着尖刀 威胁他说 你要老实交代问题 要不 我就拿刀捅了你 8月14日晚 造反派 涌进马思聪的家 贴大字报 第二天 又批斗他的妻子 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妻子和女儿 在他家厨师的帮助下 仓皇离开北京 先逃到南京 后逃到上海 再逃到广州 因为担心 一家人性命难保 马思聪的妻子 决定全家 逃到香港 1966年11月 马思聪肝病复发 获准回家居住 11月下旬 他的女儿马瑞雪 从广东秘密回到北京 跟父亲商量 到香港避祸之事 马思聪刚开始不同意 女儿好说歹说 说了两个多小时 最后 他才答应先到南方养病 到时候再见机行事 之后 马思聪父女俩 在他家厨师贾俊山 和他的针灸医生 倪锦山的帮助下 化妆后离开北京 来到广州 当时的中国 从北京到全国各地 包括广州 到处都是乱哄哄的 马思聪担心 继续待在中国大陆 可能性命难保 于是 就有了我们节目开头讲的 他们全家逃往香港的那一幕 马思聪和家人逃美的消息 惊动了中共最高层 事件被列为大案要案 1967年5月 根据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 和公安部长谢富志的命令 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 成立马思聪专案组 经过八个月的审查 马思聪出逃 被定性为叛国投敌 马思聪在北京 上海 南京 广州的数十名亲属 被诛连 他的大哥马思琪一家六人 有五人被打成献心反革命 马思琪夫妻被判管制 他们的大女儿马迪华 惨死于上海公安局拘留所 二儿子马雨亮被判刑十二年 小儿子马雨明被判刑八年 他的二个 上海外语学院法语教授马思武 受到残酷批斗 被逼跳楼自杀 消息传到美国 马思聪在日记中 悲愤地写道 国内人民何孤 遭此大劫 我家人何罪 也不免于加散人亡 他的大妹 上海音乐学院钢琴教授 马思孙 被关在学院地下室 交代反省 一关就是一年多 马思聪的太太 王牧里的兄弟 也没有一个逃过迫害 他的大哥王衡坐牢八年 三弟王有刚和妻子何穷 均被判刑五年 马思聪的针灸医生 尼锦山被判刑八年 厨师贾俊山被关押四年 折磨至伤惨 一代音乐巨匠马思聪 被迫害逃美 他的亲友被无端诛脸 这是一个家族的杯葛 也是中国音乐界的巨大损失 马思聪 广东海丰县人 早年曾两次留学法国 是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作曲家 小提琴家与音乐教育家 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 他1937年创作的思乡曲 被认为是中国二十世纪的 音乐经典之一 回顾马思聪的一生 他的创作成果颇丰 共有小提琴独奏曲 钢琴伴奏曲十八首 小提琴协奏曲两首 芭蕾舞剧两出 歌剧一出 钢琴曲七首 管弦乐七首 合唱曲四首 独唱曲两首 而他之所以能不间断地创作出许多音乐精品 与他在文革中能幸运逃离大陆 密不可分 文革中 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极其惨烈 仅以上海音乐界为例 1966年9月6日 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 杨家仁教授和他的夫人 上海音乐学院副中副校长 陈卓如 开煤气自杀 双双死于狱中 9月9日 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 李翠珍教授 同样开煤气自杀 死于狱中 1967年1月31日 年仅30岁的著名女钢琴家 多次在国际大赛中获奖的 顾慎英和他54岁的母亲 28岁的弟弟 留下三人签名的 《易志遗书》后 也开煤气自杀 1968年 上海音乐学院管权系主任 陈又欣教授 民族音乐理论系主任 沈之白教授 也都愤然自呛 以死相抗 假如1967年 马思聪没有逃离大陆 他的结局会是如何 我们无法乐观地想象 马思聪避难美国后 先住在马里兰州 后来女儿马瑞雪 婚后搬到费城 他们夫妻也搬到费城 与女儿家相距不远 在费城 马思聪度过了他人生中 安宁 平和 温馨的时光 除了音乐创作 就是寒疑弄孙 寂情山水 1987年5月20日 马思聪因肺炎 在费城一家医院病史 终年75岁 从1967年被迫出走后 尽管后来中共为他平反 一再邀请他回国 马思聪却再也没有踏上祖国的土地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